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说文解字当中啊 这个印字被译为地势 在此海当中又有地窖 窖藏之意 那么红江为何会修建印字屋呢 在古时相对较为闭塞的湘西地区 又为何能够形成这样一座 颇具规模的古商城呢 红江古商城位于湖南淮化红江 由于古商城建筑密集 从外围难以观其全貌 考察组首先通过航拍进行俯瞰 整座古城三面环水背靠群山 成山状为何事布局 层层向山腰延伸 由此形成了高地步一的印字屋群落 这些印字屋的屋顶铺小青瓦 搭建小阁楼 像缩小版的四合院 它们的分布十分紧凑 屋檐相连 高墙并立 为什么古人要在这里建造一片印字屋呢 梁冰 红商文化博物馆馆长 多年从事红江地区文物古建筑 以及历史地理与民俗研究工作 专家告诉队员 印字屋主要修建于明清时期 在它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徐富龙商行 这是一间具有典型印字屋特征的油耗 整栋建筑它是面壳三间 两斤两层的墨子窜都是结构建筑 有的建筑它是商居合用 一楼一般就是用来居住 有个别房间还有是有后院可以存放货物 二楼肯定是放货物的 那我们上二楼去看看吧 好 印字屋的二楼采光主要靠干天井 没有窗户的房间则放置亮袜 屋顶还铺有望板 望板的存在能够防止屋顶小青瓦破损时 雨水进入室内沾食货物 商人它讲究的是简单大方 这个窜都是结构就简单一点 起到了很好的一种稳定性的一种作用 要小心点 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条极为窄小的楼梯 这是登上晒楼的唯一通道 红江的每栋印字屋 至少都有一座晒楼 面积约十平方米 四周装有围栏 印字屋它本身在一楼就比较潮湿 公共空间不大 辣椒之类的放到下面 不容易干 没地方去 只能往上走 容易干 再一个是不占空间 到夏天的时候 这就比较凉快 它也可以躲避匪犯 原来印字屋是红江商人 兼顾居住和经商双重功能的建筑 一层主要用来经商 二层的房间则修得宽敞通透 方便储物 位于屋顶之上的晒楼 主要用于晾晒衣物 货物 同时可供登楼远眺 休闲纳粮之用 除此之外 红江商人还追求印字屋 简洁明快的装饰美感 商人它崇尚的就是大方实用 所以它在这个窗户上面 就体现出来了简洁大方 你看 像冰液纹 万绘纹 没有什么精致的雕花之类的东西 专家说 印字屋的整座房屋均为木结构 对于商人而言 木制房屋的性价比高 并且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 但木料也极易着火 据相关资料记载 红江曾多次发生火灾 然而 这些印字屋即使着火 往往也是单独一户受损失 很少殃及其他房间 那么 人们是如何在道路窄 房屋高等诸多限制条件下 保证房屋或是无蔓延的呢 专家指引队员观察此处印字屋的墙面 队员首先注意到 这些外墙上都有刻字的方形石块 老师您看上面那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那个墙原标记 那就是阳山丰堂墙原 古城里面基本上每栋建筑 它都有这样的墙原标记 它其实就形同于现在的一个房产镇的一个功能 墙原标记是人们用来证明房屋归属权的方式 除此之外 它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作用 在古城里面可用土地 非常紧张 你看这里面两栋墙都是公用的 一 二 三 三副轮架公用了两栋墙 有这个墙原标记的话就说明了 这个墙永远是木架 专家说 这些印子屋的外墙 叫做蜂火墙 由青砖砌柱 泥沙填充砖缝 石灰沙浆涂抹表面 青瓦封顶 蜂火墙它是我们古城城的建筑的一大特点 像这一般都在四十五厘米左右 高度在十二米到十五米左右 蜂火墙的墙体高大厚重 且材质隔热不易燃 因此具备良好的防火效果 红浆的浸白状印子屋能保存至今 蜂火墙功不可没 队员注意到 这里每面蜂火墙上 都分布着一些宽厚的菱形铁钉 这是为何呢 美东印子屋先把墨结构修好了 然后四边都有把整个墨结构围起来了 蜂火墙跟墨结构它是分开的 但是为了把它形成一个层 整体的就用这种类似于锚钉的东西 把它连接起来 加固捆绑起来了 专家介绍 印子屋的砖墙和木屋 是两个独立的部分 菱形铁钉主要位于建筑的二层 起到固定屋内铁条的作用 铁条绕过木柱 有的会再次嵌入墙体 与菱形铁钉相接 以增强整栋建筑的稳固性 通过进一步观察 队员发现 印子屋最外面的门 也有着特别的设计 这种铁钉门有很多 大部分建筑的大门都是铁钉门 都有头岸是各不同 都有自己的寓意 像这个刀枪剑结 下面就是花瓶 它的寓意就是瓶身三级的意思 印子屋的门普遍是木制的 外部有铁皮包裹 再嵌入密密麻麻的铁钉 这样的设计也能有效隔绝火源 在印子屋的庭院里 往往会放置一口太平钢 作为消防储水钢 这口水钢 在我们这边称为太平钢 永保太平的意思 执板这种水钢 平时它是作为养鱼观赏用 最重要的一点防火 太平钢的石料 通常采用结实抗氧化的青石 四面石板做S型卡口设计 用油石灰粘合锚钉固定 保证水钢即使蓄满水 也不会破零 民国时期 红江人还特地制作了一种 体型小巧的消防水龙 以适应古商城狭窄的街道 这种消防水龙 在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全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红江 地处压热带季风气候区 降水丰富 人们除了应对火患 还要面对潮湿多余的天气 在这样的环境下 人们如何解决房屋防潮 排水的问题 为了更形象地解答队员的疑问 考察组来到了 位于红江古商城 玉英巷的训拔总署 这里不是一个行政机构 现在的时候 是一个军事组织 它主要的职责就是 证书地方 维护的地方的社会之安 专家说 逊瓦总署 是清朝时期 红江的军事机构 和其他商业建筑相比 在建造细节上 存在很大区别 从整个建筑的 建筑形成来看 它就有别于 别的商号 堂号 商铺的那种建筑的形成 首先是在它的体现是这个窗花 花鸟卷槽纹窗花了 别的地方没有 它就是一种万回纹或者冰年纹 二楼的窗户那里 挑出了一个窗台 大概也有四五十厘米宽 窗台下面就用这个卷篷装饰了 整个逊瓦总署集中的采光点 是一个雕饰着精美花纹的诗天晴 天晴与庭院 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 可吸纳阳光 空气和雨露 以庭院为中心 可规划为三合院 四合院等布局 南方北方皆如此 但随着纬度的降低 庭院空间越来越小 在南方地区 则多转变为天井 印子屋的天井 承担着通风 采光 亮晒的作用 同时 湿天井 还具有重要的排水能力 之前我们看到是干天井 这就是真正的湿天井了 湿天井它的雨水 就直接落到我们地面上来了 但是它的屋面的排水系统就通过桃管 桃管它是一接一接拼接去 从两边屋顶的聚集点以后 把所有的雨水吹集到这两个点落下来 落下来以后就排到地下的下水沟里面 这里还有一个铜前路 这就是直接雨水通过湿天井下到地面以后 就通这个铜前路就落到地下排水沟里面 确保天井这个地面上不积水 同时你看这两边 包括厢房两边 都是用那个石头跟地面的间隙把它补齐了 但是补齐了以后两边都留有那个小方孔 称为气眼 也就叫气孔 为了防止接近地面的枕墨 跟那个楼板腐朽 它就是排气 把里面的潮气 湿气要排出来 热气要灌进去 队员发现 驯拔总署房顶瓦片的摆放 看起来也很有讲究 这个屋面的它瓦很一条线 树是一条线 讲究的是那个压漆 路山瓦很密集 一个是防漏雨 一个还就是整个屋面的那种感觉就很整齐 这样子瓦更加稳固 即便是什么大风来了 也不容易把它吹散 排列井然有序的瓦片 不仅能隔绝雨水 还能让水流顺畅落入天井 专家说 在印子屋还有一处地方 也能体现这种自然排水的效果 现在我们看这位 我们称为它为干气墙 这种做法是用那个石头片 树状的堆砌成 没有任何一点粘连屋的 石头片的缝隙 它排水的时候 它自然排水 不会引起那个干气墙 那种的坛塌 从屋内看 干气墙是墙的一部分 但在屋外却如地基一般 它与山体融合在一起 外面的台阶对它有加工的作用 随着外力压迫 干气墙会被挤压得越来越紧 使房屋外墙变得更加坚固 相关史料记载 1949年以前 红江市区土地面积 近三平方千米左右 常规人口数量的大体 位于四万到六万多人区间内 那地方小 人口多 建筑自然就变得很密集 人们为了争取土地 利用率的最大化 选择了储物空间多 形质易于改变的印字屋 作为商业经营和生活起居的场所 并大方地共享了彼此的院墙 还将印字屋改造得 具有防火 防潮等优良特性 在此前的考察当中 队员们还发现 这个红江古商城所在的地区 少有耕地 那么起初人们为何会来到 这样一个耕地面积不足 生活空间狭小的地方聚居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专家带领考察组 来到红江古商城的伊甲巷码头 伊甲巷码头呢 它是一个水码头 像伊甲巷这样的码头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装馅 运输 而且后 在红江古商城 靠近河边的是水码头 远离河边的是汉码头 其中汉码头有的长500余米 多数长度在200至300米之间 路面皆为青石板 均沿街分布 我们现在目前站的这个位置 就是汉码头之一 那个长码头 通过这个汉码头 把这个街巷贯穿成了一个整体 把整个古建筑群落 构成了一个 能向阶梯 石上下 污水 山市 自高地的线性空间 这些数量众多 蜿蜒曲折的码头 说明 红江古商城 是一个贸易繁荣 水运发达的城市 也因此吸引着众人 来此地经商 古商城 古城红市 它就是个市场的一个 交易市场 不是一级限制所在地 所以都是商人们在那里 自发地建设这个城市 专家说明 历史上 红江的大小事物 皆由当地商邦 或行业会馆 出面管理 所以 它的城市布局 完全围绕商业展开 其中八项九条街 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 具体的街巷布局 要从这幅清光绪 15年绘制的 红江街市全境图来看 整座古城 以梨头嘴为起点 背靠松云山 从低到高 分别是水道 码头 街道 以及建筑 逐层向老压坡山上抬升 原屋凉水沿岸的码头 连接着会馆与街巷 方便行商往来 和商品集散 古人他选择居居的地方 就是靠水边 稍微平一点的地方 起码他要满着三个条件 第一个 水源一定要方便 第二个 适合居居 第三个 交通 要略为发达 红江古商城的建筑 与街巷均一山而建 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 使建筑层层拔高 具备了良好的通风和采光条件 并且形成了层次交错 形式多样的建筑群落 当地人常说 这里内部复杂如迷宫 外围却没有城墙 作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古城 不修城墙 这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同处于湘西地区的凤凰古城 还有同样具有商城属性的平遥古城 他们都建有用于防御匪患的城墙 那为何红江古商城 却从未修筑过城墙呢 专家说 红江古商城的布局 受雪峰山的阻隔 城区的辐射范围 被限定在山脚下 水面宽阔的原江和污水 山是起伏的松云山 使红江古商城具备了较为完善的防御条件 这样的自然天险 完全可以取代大多数古城必备的城墙 除了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 人们还对房屋墙壁做了防御设计 我们看到的这两个洞 它其实是个枪眼 为了防盗防水 要往巷子里面 就哪些人来了 印子屋的蜂祸墙通常没有窗户 却有内宽外窄的枪眼 墙内的人可以轻松观察外面 且不被墙外敌人发现 同时防护设备从这里出去 雨滴的范围也比较大 历史上的红江军事力量较为薄弱 当有外来者闯入时 人们除了直接应对 还会以间接避险的方式来保证自身安全 这个是个苏州汇馆的一个密道 要不我们下去看一下 好的 我们先往左边走吧 左边这边是通向河边的 它这越来越往下了 对 它这是个下坡路 对 这边是什么香味 对 这是个酒窖长久的地方 这是以前储物的地方吗 对 为什么要修 就是通往河边和山上的两条密道 因为它有两条岔路口的话 那个逃生的时候 别人追逐的时候 就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往河边走的 是往山上走的 这是一种迷惑性 像这种逃生通道 它是四通八达 因为古商城里面 他们商家和邻里之间 都是非常和谐的 这种逃生通道 很多情况下 都还从这一家通到那一家 从这个商号通到那个堂号 相互可以共用 逃生的时候就是毁坏 他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商家们他们清楚 近些年 当地对洪江古商城 从印子屋的修缮 类似于苏州会馆这样的地道 在高家大院圣丰前庄 以及宋家巷内的一些印子屋里 均有发现 他们不仅能起到防御作用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低温环境 用于储存粮食 货物等物资 在古商城内 人们擅长运用地下空间迷惑敌人 以争取逃生和反击的事件 在古商城外 是否也存在用于防御匪患的设计呢 在专家的指引下 靠插族前往松云山一探究竟 这个古炮台遗址呢 据记载呢 它修建于青铜制五年 1867年 是由我们古商城的十大会馆 集资修建 主要是碉堡式的 有炮眼 全部是用这种调石 垂切而成 高有六米 宽三米 长大概是一百米左右 这是松云山的最高峰 这里地势险要 可守 可攻 这里可以俯瞰到 通往来洪江的各个路口 专家说 当敌情出现时 人们在这里 能居高临下地掌握敌人动向 还可使用浓烟等方法 迅速传递消息 采取防御措施 因此选择在这里建炮台 站在松云山高处 急目远眺 考察组观察到 洪江古商城的外围 被高山以及原污凉水环绕 在古代 原江就是一条 关乎人们经济生活的高速公路 夙江而上 可由湖南进入贵州 而后西行至云南 顺水而下 可抵湖北 通江苏 上海 主导着物资与文化的传输与交流 洪江古商城 洪江古商城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不仅是原江流经之地 更有一条污水在此注入原江 两条水道造就了 洪江的水运优势 这正是洪江古城 人气聚集 兴旺繁盛的原因 这个地方就是美副洋行 古商城在那个时候 已经跟海外已经有贸易往来了 这个铺面它是专门为销售 煤油 同时又为洋人提供一些茶叶 丝绸布匹之类的 其实它的外墙都还是蜂蜂墙 但是就算是装修的风格 它采用了欧洲风格的一种建筑元素 远水通东庭长江 然后到沿海 把沿海这种东西 也可以通过船只运到洪江 在洪江换成苗船 就进贵州 贵州然后就进马邦 马邦就到云南 云南就到东南亚 可以讲 洪江它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 数百年来 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于此 集散物资 发展贸易 传播文化 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 使小小的洪江 从聚居地 村落 发展到集市 商部 市镇 洪江古商城 应运而生 经过一份考察 我们发现 虽然洪江古商城 地域面积狭小 缺少平地 但商人们 善于利用土地空间 合理规划城市功能 并借助自然天险 与高明的建筑智慧 有效地保护了 洪江古商城的房屋和财产 然而 让考察组 仍然感到疑惑的是 洪江古商城的人们 到底是依靠哪些产业 积累财富的呢 为何这里能够形成 发达的水运交通呢 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一一为您解答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